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迪力 那个不会收山的 是收皮脚 哇 老板 他是长张的 不是 那个小孩不是收山 是收皮脚 收山脚就踢对脚 踢着就收皮了 安迪力是不是17岁的 是啊 我没看过踢球 我看球王片是很硬的 都不差 都不差 但17岁 这么早出来有个大问题就是 就不会有什么 其实这四五年看到 就不会有什么巴西味 这么小就出了大球会 学了欧洲那套 不差 有没有脚发受理的脚发看下 也有脚发心的 那就是天才求愿 好了 我说为何要长话短算呢 这个是很长的 但我觉得几句讲完 今年运输署呢 一月就实行新政策 规定新闻用途的查册 需要经过书面申请 并长烈目的 和相关资料 如果处纲 就是运输署 信纳那个是涉及重大公众利益 才会批准查册 好了 事实上是什么呢 截到今年的3月27号 即是由1月到3月 两个几月里面 运输署共接获16宗公众利益的查册申请 13宗说用作新闻用途 当中呢 13宗里面 有4宗就被要求进一步资料 有4宗到3月27号的时候 都说是处理中 OK 另外有5宗呢 申请人直接撤回申请了 所以呢 是去到1月 它开始行这个新措施 到3月底呢 仍然没有任何一宗涉及公众利益的查册里面 是获得批准 OK 如果是这样 就等同拒绝申请 一旦都没有 好了 于是乎记协呢 申请了司法复合 昨天就是在高等法院聆训 记协一方質疑新政策 将真诚的新闻工作排除在外 不合比例地限制新闻自由 法庭应该裁定为宪 这个是宪法 已经是有写的 我想说一样 为什么可以长话短说呢 蔡玉玲案 亨商杂 OK 垂署721里 蔡玉玲 车牌查册 被裁定虚假陳述罪省 去年 终審法院 上诉得席 当时的判词 当时的判词说 去年 法庭没有理由将真诚的新闻调查目的 排除在查册目的之选项以外 很冷清晰 不要说建法 我现在真是想说 老实实实说 中審法院 很多时候做的判词 政府喜欢不喜欢都可以在过去来说 他都会跟进 跟进可能会慢 比如说 这个同志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厘清了什么 就算是同性戀者 都应该有什么的 希望政府能 因为我们不是三权分立 但是都是向着类似的方向 不知有效地走 基于互相的尊重 法庭给完判词 港英政府也好 支持特区政府也好 他通常都会follow up 就是我们尊重法庭的决定 我们本局也都会尽快 再搜索 赞写新的条例 希望 当然可能做得很久 大家知道 但是去年年底 你这个 中審法院的判词 这样说 你一月开始就实施新措施 一定要你 涉及重大公众利益 才会批准申請 而涉及重大公众利益 判断者 是运术署长 他真的完全当中審法院没有道 我也不说迷迷羡了 我看过昨天 大家双方还在互相提出很多argument 理论上 因为中審法院 之前已在蔡玉玲案部这样说过 他在这次司法复合的记协 就不能缩回头 理论上 对吧 对吧 但是 但是 你运术署还怎么 老实说 你若是 就在他司法复合之前 收回去 或者是阿曼 大家谈如何 阿曼 大家可以 觉得 大家可以接受到的 政策 那他现在像什么 黏住了 他会说 关人认识 关人认识 又或者 他司法复合 他再包下来 我也是关人认识 你咬我认识 嗯 是否想着这样 那你 我都说了 那你经济怎么会好 看这些东西 你运术署还好 很简单 你只要加上 可以设计 新闻用途 不是 你不批 你不批都可以 还有 你怕什么呢 香港一国两制 他就算真是查到官 他真是贪污 就结伐他 香港能够成功因素 不要搞嘛 阿超哥 喂 媒体是很重要的一環 所谓的第四权 特别是因为 我们没有一个全面的民主制度 是更加需要 这个第四权去监察 所以那时候 港英政府 都做了给你们看 喂 是不喜欢的 他都会给一些节目 喂 你那些男的东西 黄毓民 郑经罕这些节目 为什么呢 他真是去平衡 第一四市民大众 那个 不是只政权 可以发泄一下 给你做一下 喂 第二 你见不见到 那时候我们似乎 但是大家 其实心底里 也很尊重的政府 反而 他有公信力的 现在是 他不出声 那代表什么呢 大家心中有数 走出来被人吵 好了 另外这一件 但是 香港文言 说市民 对经济状况 满意度大跌 这个不用去调查了 不过既然有这样的新闻 我都 讲一下 香港文言 在9月2日至4日 由真实访问完 不是AI 随机抽养我 673名香港市民 OK 包括有 顾望电话 和手提电话 受访者对现时的政治民生 民生和经济状况的评价 OK 那满意正直呢 分别是 政治-3 民生-27 哇 政治也是-3 我都觉得很认为这样 但是民生-27 经济-48 嗯 -48 政治已经是这样 所以说香港人真是好 常常把政治和经济分开 哪能分开呢 如果你的经济-48 政治起码都会负回48 起码 因为 喂 喂 对于经济就是政治的集中表现 常常有说话说 你 政客好 政治清平的 经济不然好的 很简单 好了 经济 细致一点 上个月的调查 这个对比上个月7月2日至10日的调查 就是说 受访者对政治的满意率 少了3个百分点 对民生的满意率 又是少了3个百分点 对经济的满意率呢 哇 大量了 少了5个百分点 OK 即是说 他之前 你以为现在是负四十几 48 他之前都负四十几 你认为 在这么差 老实说 之前两个月都这么差 即是说 有一班人 第一他找到吃 第二 他坚决 不是啊 他就想找不到吃 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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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他说 不要经常怨啊 你以为外面好啊 好吗 你知不知道 有没有看报纸啊 你 有个网友 说是个friend 在英国 带着三百万过去 几年了 现在回来了 你有没有看啊 你以为外面好啊 第一 那是你有个网友 那网友你也不懂 叫friend 第二 带着三百万过去 一家几口 没理由不找工作 我不知道有什么情况 嗯 叫你老母 那几年 你吃了几十万 你没想到 已经 你以为真的过去 不用做啊 喂 你想一下 几百万 如果过了几年 在香港 你试一下 一年就玩完了 叫你老母 一年又不止 两三年都可以 喂 叫你老母 喂 这些人要死撑了 喂 说真的 多个开店 我追时间 喂 只说这里 只说这里 那 回顾上次 在七月调查结束之后 到了本月调查 进行期间 两个月 香港发生的主要新闻 包括香港运动员 在奥运 拿到两金两糖 教育局呢 就公布初中公民 和社会发展科指引 要求呢 中三学生 要讲解这个 习近平思想 不止了 讲笑了 重要的 不要吵气 忍住了 那只 好了 好了 立场新闻 按两名篇辑 串谋 发布 煽动可物罪 成立 这些 其实是这些报道 我读新闻而已 习惯你的事 那当然关事 你问我 好了 期间也有多间商户宣布 结议 包括柴湾的 兴华茶餐厅 大围老店 沙田欣餐厅 王武的深井 陳记小岸分店 九龙城沿危器院 湾仔名人扒房 Libraska HK 紅茶冰室 官堂分店 面所餐厅 Outback Steakhouse 在七月底 也会 七月底宣布 结束香港九间分店 裁员三百人 喂 根据王家和 即是香港餐厅 聯协会会长 就说 在 六七八九 这几个月 每个月有三百间餐厅 倒閉 嗯 如果继续说疑似下去 其实 我们一定会 比极太来 因为到年底 香港没有了餐厅 不会再倒閉 一个月三百间 三千六百间 你这样倒閉 是吧 吵你了 不是 我是 现在怕什么 怕红猫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各位网友 我真的好像当年 邯德卿那样 吵你去挨咎 我求求你们 我求求邮慧晶 邯德卿 加入邮慧晶上身 我们不要回大陆了 留港建港 求香港好吗 不行啊 碧莉哥 现在这么困 不肯回不行啊 好 OK 回少一点 或者 你上来 给你买一部 买东西 然后才回大陆 最重要是这样 你真是死定 好了 好像这个 这个我完全不同情 但这个要不要还押 有个二十三岁的教学助理 是监考DSE 考完DSE 他就把一张卷 即是listening的试卷 拿走了 然后他上载小红书 就被考评局发现 他被捕之后 他直接承认 他想着 开保习社 想着 于是乎可以将这些卷 上载下去做以作招来 即是前监考员等等 等等 其实呢 他是签了保习协定 考完试 有人说 为什么那么紧张 其实呢 考完试是不用那么紧张的 如果考试前 你更大了 但是呢 那你真是 他们通常有个 有个这样的规矩 就是 去到某一个 他们收了些东西 如果你有那么厉害的 你的老师 你记得到的 记得到的 立刻回去 墨背出来 那就可以出到去 或者 稍后呢 所以我们past paper 都有出的 那就是 证明教育署 或者考试局 自己出的 或者是受券 或者是受券 那过去 有没有那些 好像你去那样呢 其实有很多 坊间也有很多 就是 在一个不合理的时段 就出到这些卷 但是anyway 那 人家不拘捕 就不代表你没事的 你都没去到 那些试卷 有人出版了 大家知道 那个情况底下 你这么快 当晚你上载这个小红书 还要害怕死人家不知道 他23岁 就应该是想着 做 这个门生意 而且主要是 小红书 接纳那些大陆新年 然后买贴士 买贴士 是吧 你想想便宜死了 但是要不想还额呢 现在每个人都还额 23岁 刘西辰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